公共公協會沒有可能有立案這樣子的狀況 然後接下來會不會副市長用您這個檢察官的專業去 您比較了解這個司法的脈絡 其實應該是說我們所有的機關裡面所有的運作 它其實都有相關的一個機制在處理 那我的最重要的任務是協助市長 然後分擔他所有的市政的重擔 那相信以後也會為新竹市民為他們好好的服務 謝謝 先前說選商會查新竹大祕訪 那會從明天上班第一天就上班嗎 我想最近確實我們在當選之後 有很多的一些不管是從地方上 或者是新竹市民的一些陳情案來說 他們確實有跟我表達對於一些新竹市的公共工程 有一些疑慮的地方 那我再次的重申 我們希望說未來在新竹市政 我們能夠把公共工程過去 可能在不管是在預算的編列或追加 或者是有一些發包的流程上 甚至是驗收還有廠商的這個招標的資格上 我們希望通盤的來做一個檢討 但是這樣的一個檢討 為的是希望未來我們在新竹市的各項公共工程 還有經費的運用上 能夠更合乎財政紀律 以及能夠確保我們每一項新竹的公共工程 能夠真正保持它的實用性 還有它實際上這個預算花用 希望達到為新竹市民創造的一個利益跟福祉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我們未來在上任之後 我們也會對於公共工程的查核 還有檢討這個部分 會加強更加的用心 那一旦如果說當然有一些可能是查到 可能有一些是比較屬於弊案的部分 那也會是交由檢調司法來認定 而不是由新竹市政府來做這個弊案的這樣子一個認定的一個角色 所以我想未來我們一定會努力在公共工程上 希望讓新竹市民可以找回他們對於市政府 對於公共工程的信任感 監視人我們的花經局部長 還有我們的陳章賢代理市長 還有我們謝祺嘉董事長 立法院黨團的總召 邱成元總召 還有我們現場來了許多的貴賓 包含我立法院的好同事 我們政前委員 起路委員 還有晚會委員 還有我們現場許多的 我們在地的貴賓 以及好夥伴們 以及我在最重要的 接下來一起努力打拼市政的 我們的市府團隊的同仁們 以及我們所有各位的媒體先進 還有透過直播觀看今天 我們就職典禮的好朋友們 大家好 好 今天很難得喔 我其實準備了就是講稿 為什麼 因為其實從昨天晚上 我開始一直在思考 今天在就職典禮上 我應該要跟大家來傳遞什麼樣的訊息 那我想其實今天是 鴻安還有市政團隊 正式就任的第一天 我非常感謝在一個月之前 有超過九萬八千名的新竹市民的托付 來給予我這樣子的機會 以及能夠為全體新竹市民服務 來實現他們未來對於新竹市改變的願景 這樣的機會 我們絕對會用超過一百分的努力 來全心全意推動新竹市政 來照顧好所有新竹市民 並且努力建設我們共同的家園新竹市 我想今天有相當多地方的好朋友們 一起來到現場 但我知道其實有些朋友可能坐的位置 可能看不太到 但是我還是要跟大家說一聲 真的很謝謝大家今天來見證這一天 我在競選期間所提出來的 聽新竹市成為國際科技度的口號 作為我的政策目標 正是希望能夠讓新竹市在我們的努力之下 可以在各方面上都能夠更加的升級 更加的進步 結合我們在科技產業的經濟實力 結合我們在國際上的知名度 以及我們未來市民豐沛的能量 我們絕對有機會可以打造成為國際級的先進城市 所以為了實現這個願景 其實我們有好多好多的事情要做 我們要為長輩打造一個更加有尊榮感 更無憂的樂靈生活 我們也要為青年朋友們提供更好的創業 以及我們求職就業的環境 讓我們未來更多元的創意 可以在新竹市扎根發展 而且從新竹市起步 可以有更多的青年朋友走向世界 我們也要為新竹市的每一個家庭來奮鬥 讓新竹市的爸爸媽媽們 可以在最小的負擔下 享受到最大的幸福 同時也可以吸引更多的年輕家庭 來到新竹市定居 讓我們的科學園區也可以有更多的人才 可以在這裡加登發展 我們也希望能夠為我們的孩子們 打造更優質的教育環境 更安心的成長環境 讓我們新竹好學是可以真正落實在 孩子成長的每一天 讓新竹的孩子可以做世界的孩子 我們也要將新竹市過去300多年來 累積的人文底蘊 還有歷史文化 歷史風華 可以展現在全台灣甚至是國際的舞台 我們也要和新竹科學園區並肩合作 促進科技業的永續以及蓬勃發展 讓我們台灣的護國神山群 可以持續在國際間發光發熱 也能夠為台灣的產業經濟能夠注入一股火水 我想近期華部長也了解 我們在立法院我們的黨團 還有我們所有立法委員的同事們 大家也努力的在通過我們台灣的晶片法案 在我們看到全球歐美的國家 還有許多跟我們相近的日韓國家 大家都開始在科技業半導體先進產業上在努力的時候 我想新竹市絕對也是重中之重 所以今天也非常感謝我們立法院的好同事們來到這邊 我相信未來在中央在地方 絕對會有很多可以合作的機會 不管是在科學園區的發展上 在科技產業在這個地方的政策推動上 我相信新竹市絕對會是台灣一個非常關鍵的指標 同時我也要改善常年困擾新竹市的問題 像是剛剛謝奇嘉董事長講的他的大頭痛 包含像是交通的問題 還有公共污水道建置比較落後的問題 這些事情都是我們接下來在市政團隊的努力之下 我們絕對要讓新竹市民有一個耳目一新的感覺 為我們新竹市政可以注入一股活絡的活水 因為這是我們新竹市民在這裡 在我們安居樂業的新竹市 最重視的生活環境 這一些一定都是我上任之後 立刻要來和我們的市政團隊來努力的目標 更重要的是我們要心力除弊 過去我們看到有許多的公共工程 不管是在品質施工過程或預算規劃上 讓許多的新竹市民有了許多的疑慮 我想這個部分我們會重新來審視以及檢討 讓我們財政紀律的精神可以重新回到新竹市 可以讓市政府重新贏得新竹市民的信任 還有找回新竹市民的光榮感 我想這也是我在上任之後 非常重要的目標 我也非常感謝我的市政團隊中 由我們的蔡麗芯副市長 願意來加入我們的團隊 一起來和我一起共同努力 讓我們新竹市可以成為一個 在財政紀律以及法制上面能夠有標準 能夠循序推動的一個程式 政黨輪替是民主政治的常態 但是這絕對不意味著我們要全面來推翻任何過去市府的政策 我在這裡也再次強調 過去市府好的政策 鴻安在這裡承諾 我們和市政團隊會繼續來實施 包含像是一些我們在建的建設 還沒有完成的公共工程 我們會在兼顧品質還有財政機率上 我們會盡速來加速完成 紀律當季天下麗 求民當求萬市民 我想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精神 只要是對新竹市對新竹市民好的事情 我們就要勇往直前努力來完成 從今天開始新的市政團隊正式上工 肩負著超過45萬新竹市民的福祉 我想這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負擔沉重的負擔 但是同時也是我們非常重要的幸福的任務 我想今天我們正式團隊上工之後 勇往直前讓我們所有這些新竹市民重視的事情 可以在我們手上一步一腳印努力來改變努力來完成 剛剛華部長有提到我們這個科學理性是理工人的一個特性 所以呢弘安當市長以理性科學的執政主軸 取代掉過去可能傳統的意識形態的想法或對立 過去一切我們都一肩扛起 好的政策我們持續推進 同時我們也要讓改革新力儲弊可以順利進行 讓清廉情政愛鄉土愛民眾的精神是真正可以落實在新竹市 打造一個更進步更繁榮更永續更宜居的新竹市 在上等的這一刻我也要告訴大家 雖然民主機制和選舉會帶來很多競爭 但是我相信選舉中的仇恨與對立是一時的 這一些紛擾也都已經過去 面對了百廢代新的市政 還有我們即將要推動的好多的願景 我真的沒有一分一秒可以再浪費 所以為了能夠更加專心市政 促進社會和諧 我會對選舉期間所有的媒體訴訟我會進行撤稿 讓第一線的媒體工作人員可以不用忙於司法的送類 由我開始啟動正向的循環 希望未來我們媒體也能夠自律公正一時報道 由我這邊開始進行啟動一個善的循環 讓大家都能夠放下選舉跟社會中的對立 最後我要再次感謝所有新竹市民 以及今天來到現場關心鴻安 還有祝福鴻安的好朋友們 因為有你們的支持 其實鴻安才有機會來擔此重任 未來的每一天 我和團隊會為新竹市政的鞠躬盡翠 今天只是一連串改變的起點 也讓我們一起攜手前進 今天鴻安也和團隊為大家準備了一份 我們就職紀念典禮的一個紀念的小禮品 這個禮品是由我們在地的企業華夏玻璃 來進行設計還有製造 裡面成裝的是我們新竹縣的寶山的橄欖油和橄欖醋 所以這也象徵著未來我們新竹縣市這個整個生活圈 我們會為新竹縣市的民眾的福祉來努力 讓新竹縣市也可以區域共榮共好 謝謝大家也祝福今日所有來到現場的貴賓媒體先進 還有現場收看我們的直播的市民朋友們 祝福大家身體健康和家平安 也從今天開始我們一起努力上工 謝謝我的市政團隊們我們一起加油 謝謝大家謝謝 謝謝